嗨,爱瑞万,欢迎来到守望好莱坞 她被称为全世界女人都想成为的人 全世界的男人都想娶的女人 就是这样一个女人降服了大众男神007 成为了现实生活中的旁德女郎 她就是性感女神Rachel怀兹 虽不是什么英伦玫瑰但我浑身带刺 这是Rachel怀兹对自己的评价 从年轻再到现如今 她的美丽外表变化不大 也可以说她是天生励志的大美人 1999年Rachel怀兹主演了 神鬼传奇而火遍全球 剧中的她饰演的是一位知识渊博的考古学家 虽然满腹经纶 却依然心思单纯的美丽姑娘 她的演技十分优秀 可美丽的事物会更吸引眼球 更是因为在剧中那惊艳的抑郁风情 让多少人对她一见物中深 而且如今52岁的她依然很美丽 说她一点没有变样 那是虚夸 但是越老越有韵味 却是真话 瑞秋怀兹的气质 长在很多人的审美观上 说她是顶级美人并不过分 精致的娃娃脸 棱角分明的五官 大气力挺 眉清目秀 一双漂亮的眼眸很有戏 年轻的时候 在黑白照的加持下 更是有种迷人的美感 都说欧美明星到了三十几岁 颜值下跌得很快 可是瑞秋怀兹的魅力 才刚刚开始 她梳着金色卷发 闭色的眼睛 一直挺翘的鼻子 和漂亮的锁骨 美肩 无一处不彰显着女性魅力 好气质 以及漂亮的脸蛋 是精修不出来的 那么年轻时候的她更美 有时候她可以清纯 可以很温柔 有时候她也可以很性感 很女人味 美丽的女人 不必刻意打扮自己 就有美到一眼万年的即时感 其实瑞秋怀兹 不仅有演技 有美貌 她还是一个高学历的学霸 下面再来说说瑞秋怀兹的人生经历 瑞秋怀兹的母亲是精神治疗医师 父亲是发明家 由于父母的犹太人身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她的父亲和母亲 为了得避夺国纳粹的屠戮 逃难到了英国 1970年 出生于伦敦的她 小时候的她性格大胆咧咧 像男孩子 她活泼好动 经常爬树 邻居们说她像个假小子 直到有一天 瑞秋怀兹的母亲 带她去电影院 看了场电影 她才安静了一会儿 自打那天起 瑞秋怀兹便开始对表演充满了兴趣 以她一路以学霸姿势 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 主修英国文学 14岁的她 身高与气质异于常人 也是在她14岁时 偶然的一次逛街时 恰巧被星探发掘 成为了杂志模特 那时的她 不仅没有像很多同龄女孩一样 被五光十色的娱乐圈蒙住双眼 甚至还称自己有点女权主义 那时候的我看不起演员职业 觉得女演员 把自己当成一件商品来经营 有点可笑而且可怜 在剑桥攻读英国文学期间 怀兹和朋友组了一个剧团 曾在英国巡回演出 其中一出小财产的剧目中 每次她都要从一个八九尺高的梯子上摔下来 后来没有经过任何正规训练的怀资 凭借舞台剧生存构想 获得英国剧评人协会 颁发的最佳新人奖 她的大学同学 也是她与修格兰特合演的单亲插班生导演克里斯韦兹说 那时候学校里所有的女生都想成为她 所有的男生都想和她约会 一直以来 欧洲女演员和美国女演员都有着鲜明的区分 美国女演员很多是先一怒骂少年成名 眼上一片雷形 红到发紫 中年之后再要求转型 而欧洲女演员恰恰相反 年轻貌美的时代里 多在舞台剧和小成本独立电影中摸爬滚打 那么先锋怎么来 直到演技出神入化 三大影展和奥斯卡奖杯满怀 才受邀去好莱坞商业大片里露露面 怀子的好莱坞生涯开始的并不算早 1996年 凭借出色的舞台表演 大导演贝纳尔多 贝托鲁奇 相中他在偷香中演出一个角色 之后又在连锁反应中 以基努里为上演真正意义上的 在好莱坞的第一部 银瓶处女作 投降中的小乐风情 让他被称为英伦玫瑰 而这个称号 一直到今天依然伴随着 他的演艺生涯 绚丽绽放 然后就是让他声名大噪的 神鬼传奇系列电影 主演布兰登费雪 瑞秋怀兹 当年都是凭借此片而走红 该片在推出前原始无人注意的黑马 但上映后票房惊人 在影史卖作片中排到第31 此前他并没有出演大制作电影的经验 对于他来说 影片最吸引他的是剧本 以及能在动作片里出演图书管理员的机会 瑞秋怀兹在片中的形象 不只是光有美貌 也非常有头脑 也正是这部电影让他彻底在好莱坞 红透了半边天 仅仅一年以后 神鬼传奇2便应运而生 同样是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佳作 也是在这一年 让雅克阿诺大敌当前找到了他 搭档求德洛奉献战争片的经典名场面 在这部严格意义的男人戏里 他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最终让同时爱上他的瓦西里和丹洛尼夫反目成仇 片中他身着军装 美得让人窒息 传行冒下深邃的五官和优异的远神 告诉世人何为倾国倾城 神鬼传奇和大敌当前带来的名利双收 不仅没有让他沾沾自喜 反倒是更加的爱惜羽毛 在选择剧本上更加的严格要求自己 2005年 《宜云沙基》上映剧中瑞秋的精彩演艺 击败当年因断背山而大热的米歇尔·威廉姆斯 不仅让他获得2005年英国独立电影奖最佳女演员 并获得第78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和第63届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而那时候 丹尼尔·克雷格还在007中不断地坚持和怀疑自己 瑞秋怀资有多受欢迎 当年神鬼传奇三还拍 当得知女主角不再是这朵英伦玫瑰时 环球影业可谓是受到了无数的谩骂 其实当年瑞秋怀资也曾出面解释过原因 她首先对不能善事善终感到遗憾 然而自己毕竟刚刚生过小孩 自己实在无法放下不满周岁的孩子前往剧组 虽然瑞秋将所有的过策从环球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但是粉丝们依然不买账 他们更相信是剧本太烂 才是导致这位新进奥斯卡影后放弃的根本原因 关于瑞秋怀资 有个很有名的头衔 是知识分子心中的性感女神 多年前《绅士》杂志 评选男人最想娶的女人榜单 40岁的怀子击败奇拉·奈特利 凯特·温斯雷等众多女明星 位居第一 她智慧与美貌并重 爱读书 演技佳 年轻时倾心于另类才子达伦·阿罗诺夫斯基 如今则是新旁德·丹尼尔·克雷格的妻子 从年轻时的基努里维斯 求得洛 到这些年的斗森·汤姆·西姆斯顿 他合作过的男演员 可以组成一本当代美男大权 然而怀子却说 我想大多数女人 是不会对帅男人动真心的 但是对性感的幽默的男人 就不一样了 一张漂亮的脸 对男人来说不算是资本 因为脸蛋太虚荣 2001年 瑞秋怀子与导演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开始恋爱 2006年 瑞秋怀子生下儿子 然而在2010年 两人还是分手 儿子亨利跟着瑞秋怀子生活 然而瑞秋却依然 对爱情充满着憧憬 他那骨子里的乐观精神 告诉他 前方一定有一个 更适合自己的男人 在那里等待着自己 2013年 瑞秋怀子参演的一部 年度惊悚佳作上映 这部剧集合了 风头正进的 《新一代007》 还有金刚女神 纳欧米画字 也正是这部剧 让瑞秋认识了 丹尼尔·克雷格 矜持又优雅的瑞秋 用那双仿佛能说话的大眼睛 完全打动了 这位硬汉的心 在丹尼尔疯狂的追求下 瑞秋怀子接受了他的爱 可是令瑞秋怀子 没有想到的是 丹尼尔的爱情观 与自己竟是如此的融合 2011年6月 瑞秋怀子和丹尼尔低调结婚 而丹尼尔征求瑞秋怀子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时 瑞秋怀子只说了四个字 一切从简 于是仅仅一年后 两人就在纽约 举办了低调的婚礼 婚礼只有四个人到场 你以为这是丹尼尔·克雷格 不重视这位英伦玫瑰吗 并不是在一次首映礼上 雷雅·杜瑟娜羡慕的眼神 就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2018年9月1日 已经48岁高龄的瑞秋怀子 生下了她与丹尼尔·克雷格爱的结晶 为了爱情 瑞秋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 包括生命 曾经在荧幕上呼风唤雨的 詹姆士庞德 彻底地被这个女人 俘落了所有的心 如今的瑞秋已经52岁 她也逐步远离事业 开始把自己的重心 放在自己的家庭 爱永远是让人难以放弃的东西 最近一次看到她的作品 是她加盟漫威出演黑寡妇 剧中她饰演了黑寡妇的养母 很多人都在观影之后留言 也许正是有了这样的母亲 才让黑寡妇成为优秀的女战神 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别忘记按个赞 或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鼓励 我们下期再见